叛 市场编续 大家只是 Cean sw чего 今日は我们已经写进了 那你们这些后 squ si 就是跳狼小丑了 在这是多少 我觉得武侠是一块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土壤 就好像西方的期iances一样 它可以不断地发现进出新的古事 跟新的不层谋 到妳家 Scene 假的 就是说 就是说它也可以在重新 在这块图中重新创造 而且中文是非常精彩的 非常好看的小说 这真的就是作者也会去 去花这个心思 去赢了个功力去把它 去把它根源出来 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重心 就还是一个家庭祝福 生活围绕着小孩啦 家庭啦这样子 那写作是 等于是额外的 我闲暇时间的 自己的一个嗜好 有的时候很想写 有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多东西 想要写 然后白天 很多感觉 跟很多这个对人物的一些想象 晚上有时间的时候 就把它写下来 那就是很顺很好的状态 大部分港同风期 是在三十到四十岁 那看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心里就有一点 这十年吗 对我心里就想说 哇那我这样子一蹴跎 本来写的时候 那我在家里 有一批 找我孩子啦 什么的 孩子长大了 对不对 那他们都大学毕业了 那我还有很多年 可以去写 对不对 后来我就把这个梦想 就打碎了 就是说其实 我不能这样子去想 我不能想说 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 还可以写 或许我就不能写了 OK 所以就想说 你现在是年轻 你现在有时间 你现在就去写了 其实真的很希望 有更多的人写 可能我们大家都很努力 都是在往一个方向 努力 就是说 你希望武侠这一块 可以有更多的 好的作品出来 不要就让它 停在最惠宏的时代 然后就变成龟龄 那我可以写就 就像这一块儿 我可以写住 你那边 你那边